很重要的一个物理量叫做The Entropy 因为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对我这一节从头再讲一遍 就说假如我们这里有一个可逆循环 这是一个可逆循环 那么我们在可逆循环的这个地方呢 做一个系列的等温 这个是绝热过程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做很多的等温过程 很多等温过程 如果这个当中的间隔都很小 就说我们分做好多个这种过程的话 那于是你看这第一个 这个等温到这个绝热过程 再来这个等温过程 接着这个绝热过程 这个就是一个cycle 那么这个cycle呢 它也是可逆的 就是说如果它是圆着这个方向跑 这个方向走 先做一个可逆循环 再做等温 再做绝热 再做等温过程 这就是一个冷冻机 刚刚这边转这边循环的时候啊 它是做热剂 那么回来就是一个冷冻机 因此这四个过程就构成一个卡诺循环 当然这个旁边有四个过程呢 比如说这个等温绝热 等温绝热也是一个可逆循环 那也是一个卡诺循环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原来的可逆循环 可以把它分作无限多个卡诺循环来看 那么因为卡诺循环呢 它的TC over TH是等于QC绝对值 over QH的绝对值 那我们因为QC是从里头出来的 从引擎出来的月 它本身是负的 所以你要写成这个正常值的话 就是这个要加个负 负负才会得正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项呢 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就是卡诺循环的QH over TH 加上QC over TH 那等于零 每一个卡诺循环都是像这个样子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呢 应用在每一个这个小的卡诺循环里面 每个卡诺循环也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比如说Q1进来 这是高温的 over T1 那等于Q2 加上Q2 over T2 等于零 那第二个卡诺循环 Q3 over T3 加上Q4 over T4 等于零 也是卡诺循环 那么把这些卡诺循环的这种 这些值都加起来 因为它是无穷多项 这里无穷多项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无穷多项和这个值 把它写成积分式子 积分式子 那么因为 这个是一个可逆循环 这个是一个循环 所以是一个closed path 因此这个积分呢 就是这样子的 封闭积分 封闭路径的积分 但是要记得哦 因为这些值的产生是由 可逆循环得来的 可逆循环 所以啊 这个式子呢 仅仅适用于可逆循环 不可逆循环不可以用啊 好 然后呢 我们由这个 从前我们学过的 就是说 保守力做的功 它可以写成 potential energy的差 就是说它这个 potential energy的意思就是说 它跟位置有关 只跟位置有关 只跟起初的位置 与幕后位置的能量有关 所以 像这种 保守力做的功 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 如果 I等于F的话 F就是I的话呢 那就是说 这个 你从I到F 再加上F到I 就是变成一个可逆循环 就是零了 以前我们讲 保守力做的功 你做一个 封闭路径的积分 又回到它原来这一点的话呢 这个积分等于零 由这个 给我们一个 启示 就是说 像这样的一个 可逆循环 它 就是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可以等于零 那么 我们就说 这个单向的积分 从I到F 就像这个 从I到F 它可以是位置的 函数的两个量 就是说 这两个量 仅跟位置有关 所以它呢 仅跟SF Final值 S的Final值 跟S的Initial的值有关 那我们就把它写成S 那这个S呢 我们就 给它的名称 叫做Entropy 现在只是给它一个名称 到底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只知道说 Entropy这个东西 它的差 可以用这个积分来做 但是 这个积分 情景只能够 由可逆积分来做 如果不可逆 就不能做 比如说 我们的那个自由膨胀 Free Extension 不可逆 所以它从Initial到Final 也有这个值 但是你不能积分 积不出来 好 现在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如果是一个不可逆过程的话 我们要如何来应用 刚刚那个式子 不可逆过程 不能直接用它 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 找一个可逆循环 这个循环 跟我们原来这个循环呢 有一些性质 是一样的 它的Initial跟Final State 也是一样的 找一个新的循环 这个循环是可逆循环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新的这个可逆循环来求 比如说 现在我们有Nmore的理想气体 在自由膨胀过程中 若体积膨胀到原来的两倍 它伤的改变是什么 低的改变是什么 那你这个式子 是理想气体 自由膨胀 这是不可逆过程 所以你不可以直接用这个式子 不可以 不可以用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式子 只能用在可逆循环 所以这个不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做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寻找另一个性质 类似 但是为可逆的过程 从相同的Initial Volume 能到相同的Final Volume 再应用 因为这是可逆过程 那么它的Initial State 跟Final State 要一样 就是说 这个体积当然一样了 然后它的 其他的性质 就是起初过程 一个过程是包括PVT Presure Volume 跟Temperature 如果TIVIPI 跟这个VF TFTF都一样的话 那就是两个 有相同的Initial State 相同的Final State 于是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可逆过程 来应用这个式子 那么这个可逆过程 要找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那我们就想了 我们学过哪一些过程 跟这个有类似的一种状况呢 我们就想说 我们想这个 先看这个过程有什么特点 自由膨胀 理想气体在自由膨胀过程中 我们说过 它那个壳子 那个体积是固定的 它里头分做两个 区域 然后让一个区域的气体 跑到另外一个区域去 可是这个壳子没有变 所以它对外界不做工 然后呢 这个系统它又是绝热 所以外界没有热的进出 没有热的传递 所以这两个等于零 这两个等于零 我们就带到热力学第一定律里面去 那么我们就得到什么呢 US要等于UI 因为这个等于零嘛 对不对 那么于是就 因为它是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的内能 仅仅跟温度有关 跟绝对温度有关 好 我们就知道它有这个特性了 有这个特性 理想气体在自由膨胀过程中 温度保持定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理想气体 在自由膨胀过程中 不可逆的等温过 等温过 我们在这个不可逆 不可逆的过程 应该是不可逆过程 不可逆 不可逆的这个 因为它UF的UI嘛 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一个等温嘛 不可逆的等温膨胀 这个在自由膨胀过程中 它是不可逆的 应用对应的理想气体等温过程 现在不是觉得是等温过程吗 等温过程 我们说过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变化要很慢很慢 很慢很慢 它加一点点热进去 它等到这个热啊 那整个系统的热都平衡了 然后再加一点 因为它进行的很缓慢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它也 它一定可逆 一个可逆过程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一定进行的很缓慢 很快速的话 你回不来 像爆炸系统 一爆炸 它就比如说 汽油变成二氧化碳 你怎么让二氧化碳再回来 不可能 对不对 快速的过程 不可能是可逆 缓慢缓慢的过程 过程可以是 有可能是可逆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自由膨胀过程 拿这个理想气体 等温过程 等温可逆过程 来算 第一个改变 现在就是等温 而且是可逆的过程 来算D的改变 好 那么 在这个对应的等温过程中 因为等温DT等于0 DU 等于DQ 等于PDV 这是热力学第一点 因为DT DU是T的函数 所以DT等于0 DU就是0 于是DQ呢 就等于PDV 我们知道这个字 那么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把DQ呢 用PDV来带 over T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用 PV等于NRT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 把这T over T 就变成NR over V 然后这个就可以积分了 一积分就变成NR natural logarithm 2 OK 所以在不可逆过程中 因为这个是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 可逆过程我们看到 它体积膨胀的时候呢 是正值 如果它反过来 从2I到 2VI到VI呢 如果这两个颠倒 这两个颠倒 这就变成负的 负的 所以可逆过程里面 I到F 再加上F到I是0 整个过程就是0 可是如果是不可逆的过程呢 它只能从I到F 它只能算出这个是正值 但是你没有办法计算F到I 因为它是不可逆嘛 它不能回来嘛 不能回来 那因此我们说这两个过程 因为这个 第一它是状态有关 就是说这两个差 仅仅跟它的状态有关 Initial是多少 Final是多少 当中的路径 你走什么样的路径 没有关系 只要是可逆 就可以做 就可以积分 那么不可逆过程呢 我们也积出来 用这个值积出来 它就是这个 因为这两个状态都一样 起初跟Final都一样 就是这个 可是它不能算说 它从F到I的时候啊 是多少 它不能算 因此我们就说 在不可逆过程中 第一个改变都是正值 是正值 这个例题 仅仅告诉你说 这个例子 它是个正值 对不对 我们还有其他的例子 也可以证明 不可逆过程进行的时候 第一个改变都是正值 都是大于零的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子 16-5 一公斤的水 它从零度C 加热到一百度C的时候 第一个改变是什么 第一个改变是什么 一公斤的水 在零度C的时候是 这算它的initial state 一公斤的水 在一百度C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 一就是它的final state 那么这个 state 可不可以用这个来算呢 一般是不可以 因为你加热很快的话 比如说我把一壶水 从零度C要加 把它烧开 我可以用猛火来烧 一下子就烧开了 但是因为你烧得太快 就是不可逆 不可逆过程就不可以用这个 就不可以用它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这个不像刚刚那么麻烦 另外找一个不一样的过程 这个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我还是从零度C加热 一公斤的水 从零度C加热 然后加到一百度C 可是我不是很猛火 我用很小很小的火 慢慢烧 一股水我零度C到一百度C 刚刚我可以用猛火 十分钟就烧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烧 烧一天才烧出来 慢慢来 慢慢来 我们知道这个缓慢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控制 我们可以控制 这个温度我几度加一点点 然后再加一点点 然后再加一点点 然后我可以倒退回来 一百度C的水 我冷却的时候 我让它慢慢的冷却 一次冷却 就可以抽一点热出来 然后再抽一点点 那这就是可逆过程了 所以当这个加热过程非常缓慢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可逆过程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石子 然后DQ呢 我们上次学过比热啊 它对Mc Bt M克 M克的水 这是它的比热 那Mc 那Mc是个常数了 我们就提出来啊 然后这两个 积分 一百度C就是三百七十三K 零度C就是二百七十三K 然后这个值就变成这样子 现在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M 一公斤 一公斤是一千克 C 就是每一克的水 每身高一个K度 就是一个C度 一个卡罗里的热 这是它的比热 然后这个Mog 这个 算出来是三百一十二个卡罗里 然后你用月光荡量 可以把这个变成胶耳 是这么多胶耳 好 那么我们就从这里算出来啊 一百度C的 一 那零度C的D 中间的X 是等于这么多 那这个是增加的 对不对 如果缓慢的话 我们可以计算是这样子 如果你快速的话呢 快速的话呢 那么 因为它起初跟后来的状态都一样嘛 所以还是这么多 还是这么多 就是你不能这样算 那么缓慢可以算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 从这里算出来 我们才知道 你快速的 快速的加热的时候 那GetaX还是这个值 那实际上啊 我们一般的加热 没有说烧一天的了 对不对 没有说烧一天的了 那就算快速了 快速是不可逆 所以说 实际上呢 我们的一般加热过程是不可逆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 你只能算 它从零度C到一百度C 这个时候 它的差 是三百一十二个卡罗里 所以这里我们看 第一是怎么样 增加的 第一就是 Antropia的改变 是增加的 要注意啊 我们现在 还不晓得什么叫Antropia 我们只知道 哇 从不可逆过程里面 进行的时候啊 一都是增加的 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零度C与一百度C的水 各一公斤 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是你把一百度C的水 倒到零度C的水里面去 或者把零度C的水 倒到一百度C的水里面去 各一公斤 这个就混在一起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最后 结果是五十度C啊 对不对 我们要求这个过程里面 第一个改变 我们要特别强调 第一个改变 只是一个系统 末后已起出状态的差值 就是这个量 它的状态的差值 至于一个系统 在某一个状态下 一个绝对数值是什么 没有意义 就好像我们讲未能的时候啊 两个位置 未能的差是多少 比如说在我们天花板 到我们地板差 假如是一百交耳的话 那你可以指定 说地板是零交耳 假设地板是零交耳 那天花板就是一百交耳了 如果你假定天花板是零交耳 那地板就是负一百交耳 对不对 是相对的 那你说 那到底这个地板上的位能 到底是值是多少 那就没有意思 谁知道它的值是多少 我们只知道两个位置的差 这个也是一样 第一呢 只知道两个位置 第一的差 所以说在某一个位置 它低的绝对数值是什么 没有意思 因此我们就可以假设 设定某一个状态的低 作为参考 它的低值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随意设定一个状态的低 作为零 为零 作为标准 那么其他状态 跟这个基准状态间的差值 就是该状态的意志 就是说 另外有一点 跟这个 跟这个 做标准的这个点 它的低 比如说五个卡罗利普 K度 那么 那一点的 我们就利用它是 不可以算它是 五个卡罗利普 K 实际上它是多少 天知道 好 根据这个 我们可以设定水 我们现在就设定了 水在零度C的时候 它的低是零 OK 零度C的时候 黑是零 根据这个基准 一K 一公斤的水 在一百度C的时候的 低 就是312卡罗利普 K 这是我们上个例子算出来的 就是说一百度C的 这个是零 它的低是零 那一百度C的水呢 我们刚刚不是算它从零度C 缓慢加热到一百度C 它们之间的差是三百一十二卡罗利普 K吗 那一百度C的水 假如这个是零 一是零 它就可以算是三百一十二卡罗利普 K 他们就说 这个是 低是零 这个低是 三百一十二卡罗利 那现在我们不是算零度C跟一百度C是多少 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什么 五十 五十 五十K呀 五十度 五十度C不是五十K 五十度C 好 那么 好 那么我们就呢 就把零度C的水 一公斤 跟一百度C的水 一公斤 还没有混合的时候 这个系统的低呢 就是它的低 零 加上它的低三百一十二卡罗利普 K 就是这个值 还没有混合是这个值 好 那么混合在一起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它是五十K呀 但是你真的倒进去 零度C的水 倒到一百度C的水 那它的变化很快哦 这是不可逆 不可逆 你要算这个时候 两公斤的 就是一百度C 零度C的水 和一百度C的水 通通通变成五十度C的水啊 总共是两公斤 这个很难算 这个不能算 因为它是不可逆的 好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算 你假设 最后它不是五十度C的水吗 就当作这个系统 混合以后 它的温度是这么大 温度这么大 我们已经知道 零度C的低是零 一百度C的 低是三百一十二 那现在混合以后 五十度C的水是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可逆过程来计算 怎么算呢 就是我们另外拿一个两公斤的水 它在零度C 两公斤零度C的水 它的低是多少 还是零啊 还是零啊 因为零度C的水 它的低就是零 我们设定了 对不对 就是零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两公斤零度C的水 缓慢加热到五十度C 缓慢加热 就是它可以 是可逆的 这个时候来算它的 第一的改变 我们算它的 DeFi S' 可以用这个式子 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再一次的 DQ等于MCDT 带进去 这个生残性跟刚刚不一样 这个字带进去 现在这是两公斤 两千克 这个还是一样 算出来它是多少 三百三十六个 卡罗利 Per K 或者是一百 一千 四百零六点五的 Jol Per K 那么 这里我们就知道 五十度C的水 它的 Final值是这个东西 Final的这个 Final state的 Entrope S这个字 所以 Data S等于 这个是它的差 对不对 因此上次的规定 零度C 两公斤的水 仍然是零 然后五十度C 两公斤的水 它的低是 二百 三百三十六个卡罗利 因此呢 那么这个 总共的差 就是说 混合前跟混合后 就是混合前 就是混合后 混合前的这个 这个Entrope S336 是312 混合后是336 这个差 就是整个系统 零度C 一百度C的水 各一公斤 然后变成 五十度C 两公斤的水 那么它当中的这个 变化 它的差值就是 二十四公斤 二十四卡罗利 Per K 或者一百 连五个J 那你看 增加了 实际上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又增加了 所以从这个结果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 在不可逆过程里面 第一个改变是正值 也就是低呢 在不可逆过程里面 有些不可逆过程 它变化的时候 它的低总是增加的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证明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我们先去说 从这个我们看到 低增加是什么意思 低增加 我们现在还是不晓得 低是什么东西 低到底什么东西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它 增加里头来看 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它的这个结果 看它产生的这个结果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大概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以最高 效率最高的卡诺引擎为例 它的Efficiency 是E减掉TC over TH 这个要记住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那么TC和TH 这两个的差越大的话 效率越效率就越大 比如说TH比TC大 比如说TC保持定值 这个越大 这个分数就越小 一减掉越小的分数 那么这个Efficiency就越大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上述两杯水 混合前 高温的水 温度是100度C 混合以后 温度降为50度C 混合前后的水 虽然热量总值不变 它热量的总值还是在 你50度C 0度C100 0度C1公斤 跟200度C1公斤 它有多少热量 你最后混合在一起以后 变成50度C的水 2公斤 它的热量跟前面那个是一样的 但是 这个温度确实不一样 起初呢 你没有混在一起的时候 一公斤0度C的水 另外一公斤是100度C 比如说 0度C的水 可以构成低温热固的 比如说把它当作低温热固的温度 100度C的水 100度C 我们当作是高温热固的温度 那当然要加273了 那么这个温差 我们就用这个50度C 0度C 100度C 起初是100度C跟0度C之间 混合以后呢 我们可以当作 它现在的热固是50度C 50度C 那么它的低温热固还是0度C 那么就是说 现在低温热固都是0度C 我们有个卡纳引擎 它在两分水没有混合之前的这个温度 100度C跟0度C之间运作 用这个算 混合以后 50度C跟50度C跟0度C的时候运转 算它的efficiency 这算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 TC都一样 0度C273可以 但是TH不一样 起初是100度C 起初是100度C 370度C 后来平均50度C 320度C 起初的这个TH比较高 所以起初的这个 efficiency 就比后来这个efficiency 也来得高 就是说你在100度C跟0度C之间 让卡纳循环 卡纳引擎运转 跟50度C跟0度C之间运转 效率呢 是100度C到0度C比较高 50度C到0度C比较低 你看它热量没有改变呢 它是效率改变了 效率改变了 那就好像是 这个水啊 混合前 你可以吸取多少热量 跟混合以后 你可以吸取总热量 都还是一样 可是这个热量 转变为光的效率就降低了 他说100度C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热量 他比你混合以后 50度C的热量 转变成光 效率要高得多 有这个 有这个现象 于是我们就说 这表示同样的热能 被利用的价值降低了 因此每一次不可逆过程 进行后 都有低增加的现象 低增加的现象 低增加的现象 就表示什么 热能 的品质 降低了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 把整个宇宙 当作一个封闭系统 里面的能量 是固定的 固定的 也不多 也不会少 他了不起 就是一种能量 变成另外一种能量 但是这里就发现 每一次有不可逆 进行的时候呢 低都是增加 低都增加 就表示 每一次不可逆过程 进行以后啊 这能量的品质 都降低了 能量的品质 都降低了 好像我们汽油 跟空气 还没有加到 汽油引擎里面 去推动引擎的时候 它的效率啊 很高 就是说 它一次进这个 气缸里面 然后说 哇 这效率很高 然后它变化以后 排出来是什么 排出来变成什么 变成废气 废气还是很烫 那排气管 你不可以随便摸 还是会把你烫伤了 但是 排出来的废气 还能不能 再让引擎 推动了 不行了 那就说 你引擎这么一转动 不可能的过程进行了 那我们大自然里面 有一部分的能量就降低了 能量的品质就降低了 所以低 低的意思 你看 能量品质降低 就是低增加 低增加 那你再吃一 比如说我们 喝 吃喜酒 满桌的菜肴 好丰富 你吃完了 还有 不是一些什么 吃不 不能吃的东西 剩菜 剩菜 我们人不能吃 那狗还是很好吃 你喂狗的话 狗还高兴 就不得了 没有人就把这剩菜 再拿去吃了 你请 办一个婚礼 去办一个宴席 满桌都是剩菜 人家是隔壁用过的 你把它端过来 那个 没有那回事 对不对 好 一般我们生菜 就是倒掉 就会猪 那个就是什么 垃圾 对不对 每一次 院席过了以后 什么东西增加了 垃圾增加了 垃圾增加了 每一次 不肯定过程 进行的时候 什么东西增加了 第一增加了 垃圾是 我们食物变成的 食物的垃圾 第一呢 是能量的垃圾 所以 第一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能量的垃圾 能量的垃圾 他如果一开头告诉你说 第一就是能量的垃圾 你不晓得 我在讲什么东西 一就是能量的垃圾 每一次 有不肯定过程 进行的时候 这个 大自然 就有一部分的能量 品质降低了 因为他 品质降低了 就是变成垃圾 当然 像我们吃食物 人不能吃 垃圾 人不能吃 但是 第一层的 狗啊 猪啊 猫啊 还是可以吃 那这个是 我拿这种比喻了 不过这个比喻 有时候 在某些国家 也不准 比如说在越南 你吃制度餐 给好多菜 你吃不完的 放在那里 他又把它夹回去了 不夹回去了 后来的客人 再点菜 又拿菜 又是拿到 你刚刚剩下来 没有吃掉的那个 听了以后 都不敢去越南了 你看 零度C 跟一百度C的水 各一公斤 货合前 两杯水的温度 有明显的区别 这一杯是零度C 这一杯是一百度C 对不对 这不是 很有序吗 对不对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水是零度C 一看就知道 这一杯是一百度C 可是混合以后 一杯水 两公斤 可是 它变成五十度C 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一杯 这一大杯的水 你还知不知道 哪一部分的水 是原来那零度C的 哪一部分的水 是原来那一百度C的呢 分得清分不清了 那这就表示 混合以后啊 变成一个无序的状态 比较混乱了 所以说 第一 这增加 就是表示 我们大自然 无序度的增加 无序的这个程度啊 增加了 增加了 无序就是乱 乱度增加了 乱度增加了 所以 第一就是代表一个 乱 乱 乱度 不低增加 不低增加 代表系统 从有序 去 无序 以上就是 我介绍低 现在你们有没有概念 什么叫做低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 我们热力学啊 热力学它是已经从科学的这个层次 转变为哲学的层次 哲学的层次 这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大自然 从有序变成无序 会自然进行的 但是你从无序啊 要变成有序啊 必须有外力的加入 外力的干预 比如说你一杯乱砖 你要变成一栋房子 它不为自己变呢 你必须要有工程师的设计 然后有一些建筑工人来建筑 才能够做得成 对不对 人本来就是用来管理这个大自然的 让它要那么快地变成这个 你变成一个无序的这个状态 但是很可惜啊 我们人的天性 天性不好 好端端的自己自想残杀 没事拿武器就把别人杀掉 世界上 现在制造最热的就是人制造 本来人是要管理这个世界的 可是人确实把这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就是很可惜 这个上帝造人可能没有想到人会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现在 第一我们就介绍完了 最后我们会用这个 围观的观点来谈 就是用统计力学的观点来谈 现在呢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个例题 以克斯文标为重坐标 克斯文标就是T度 T为横坐标的图上 汇出卡诺循环的路径图 证明在 TS 就是这个 这个重坐标 第一维横坐标 TS坐标图上 任何曲线下方的面积 代表系统 是西方热量 那个面积代表热 从TS坐标上 的卡诺循环路径 让我们导出热效率的表示是 卡诺循环的热效率表示是 好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PV图 上面的卡诺循环 从A到B 恒温 A到C 绝热 那么C到B呢 又是恒温 然后A到A是绝热 它这样子转的时候是 热机 这样子卸鞋的时候是 能动机 这是PV图上的 好 那现在我们要画一个图 正坐标呢是T 绝对温度 恒坐标呢是D S就是 Entropy 那么怎么画呢 比如说 我们从A到B 跟C到D 不是等温吗 从这里到这里都是DH 所以这里取一个DH DH 然后从这里过来 这个就是等温过程 它一定在这条线上面 这条线上面 这条线上面 那么C到D呢 这个过程一定是在这条线上面 这条线上面 那么D到C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绝越过程 绝越过程 DQ等于0 DQ是0 因为这是可逆循环 所以它的ΔS可以用什么 可以用 分号 DQ over T ΔS等于 不是分号 7分号 DQ over T DQ是0 那么说ΔS就是0 ΔS是0的话 那就表示它的D 是一个定值 我们就假定 我们就假定 从B到C B是定值 假定它是S2 那就从这里再画一条 绝织线 那从B到A B也是定值 这里有 假定这个是S1 那就再画一条线 于是这四条线 就交成一个 长方形 A B C D 那这个就是 在TS图上面 的卡路循环 当它这样子转的时候 是热机 从这里吸热 这里放热 当它这样子转的时候 是这边吸热 这边放热 就是冷冻机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刚刚讲的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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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